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父亲拿过的那个出户单 用那个出户单那个算 我觉得还挺准确的 我们在做一种猜测 咱们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是按照一个理论上的一种结果 来计算最后的利润 但有没有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成本 有可能造成利润的下降 有可能造成没有这个 你父亲计算的这么高的这笔收益 对 主持人您说的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吧 就是因为那个玉米的行情 可能全年的话也是那个一个状态 可能不会变化太多 你也认为利润应该是 就是基本上稳定的 对 对 对 基本上稳定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你父亲说 说这卖玉米的价格 其实也是一年好一年坏的 它是有波动的 然后但是呢 你父亲又说 你们赶上的这个年头都是好年 就没有这种波动的时候 我到底应该认可哪个说法 财心哪个说法你觉得呢 因为那个好做可能你有一家做的话 可能就很好做 对吧 如果两三家在一起的话 它就不是那么出户不那么快了 但是它也是有盈利的 这个您能了解吧 你的意思就是利润可能到后来越来越薄了 对 它主要影响在哪呢 一个是这个场地的费用 对 可能出户没有原来那么快了 但是它这个数量还是一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认为你爸爸算的这个钱里边 60多万这个钱里边 你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余地吗 这个我觉得没有 我爸其实算这个账 他也综合了很多因素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 这个算的账是挺客观的 那为啥不去找你这哥哥去要呢 或者跟你这哥哥去聊一下这个事情 他就是也不是太讲理 他说很多东西都愣了 后来我爸看那个出户单 能体现一些数字 就是因为出进户 它是有一定数量的 出户也是有数量的 王先生的账目到底是否真实有效 你们肯定不是第一货 亲属之间来合作这种投资的 第一是太总 第二是这笔账 那这大姐我说实在我就是你妈 你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合作 空号 追债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身体要紧呢 还是身外之物要紧呢 我看出来了 他就看不出来 最开始录制到现在 这账我一点也没看明白 妻子再次上场 能否化解丈夫与侄子间的矛盾 所以跟您这半个儿子去要这钱 您心里头也揪得慌 成天空我差点没得余症 我踹你打你都不维护 咱为什么呀 那时候出马 他俩到一起 我还怕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你也不敢让他们碰上 是 儿子的劝解 又能否给一家人带来转机 成功 那个失败也好 我觉得要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敬请关注情感面对面